谁能想到当初艾伦参军时 差点淘汰无法成为训练兵 居然是夏迪斯教官 在背后偷偷搞的鬼 当时他为让艾伦过上频繁生活 偷偷破坏了皮带上的铁片 导致艾伦在训练时失去平衡 无法掌控立体机动装置 沦落到淘汰的边缘 可最后艾伦还是凭借他的意义 成功打动了夏迪斯 才有了后面的故事 不久前当上女王的克里斯塔 把地下街区的孤儿和穷人 集中在牧场一同照亮 温柔善良的他也获得放牛女神的称号 毕维尔当时是鼎力支持 毕竟他最能体会孤儿的痛 而克里斯塔也做到了当初的沉默 如果有感到困扰的人 不管人在哪都会找出来并帮助他 回去时克里斯塔询问艾伦 如果再见到莱纳与贝尔托特 他会作何打算 艾伦表示会果断地杀掉二人 克里斯塔感叹 他们要是能早点知道世界的真相就好 毕竟现实不允许他们对做过的时候 但至少在孩子这件事上他们没有做错 艾伦看到他自信的模样 忍不住调侃他在洞窟中的狼狈 可二人的打闹正好被三力发现 失措的三力直接抢来艾伦手上的火 不给他与克里斯塔接近的机会 不得不说正宫娘娘就是霸气 之后因为兵团的清算 导致中枢失去了许多人才 但也获得发光矿石等成果 让人类的生活得以改善 而艾伦的硬质化能力 也催生出一种对抗巨人的专用武器地域处行者 他们先是用硬质化物体缩小洞口空间 接着在巨人身头想要进去时 将木锤从天而降砸下去形成击杀 这样就算不派出士兵作战 也能打倒巨人 而且还能全天后连续运转 可谓是突破性的成就 不过艾伦的身体却有些吃不消 自从实验开始他的鼻血就没有停过 但艾伦还是希望 能早点让西干西纳区背弃武器 这也算是他为人类做出的贡献 夜晚新加入的马洛与弗洛克等人 都在为能夺回玛利亚之墙而感到兴奋 毕竟他们已经拥有了新的武器 肯定更有胜算 但1047的人却没有一人能笑得出来 因为只有真正经历过战场的人才知道 胜利需要付出多大的代价 比如科尼的母亲 到现在为止依旧没有恢复 还保持着巨人的模样 他们至今都没有发现 与之战斗的敌人到底是谁 所谓的巨人其实也不过是 被噩梦缠身的人类 就连艾伦自己就陷入过梦中 听到这话三立等人立马发现 艾伦最近很不正常 老是一个人喃喃自语 于是出言打断他的思考 怕他陷入自己构造的深渊中 但艾伦清楚地记得 在父亲的记忆中 他和调查兵团一位长官接触 对方肯定知道些秘密 不然不会在父亲的记忆中出现 这人艾伦也有印象 可具体是谁却有些想不起来 沙夏立马调侃他 把脑子给夏迪斯教官敲一下就好了 这话对艾伦来说 简直是醍醐灌底 他瞬间反应过来 与父亲有关联的人就是夏迪斯 于是众人联系韩吉 准备回去找夏迪斯 而韩吉也告诉众人 夏迪斯乃是艾尔文之前的调查兵团长 时隔几年未见 夏迪斯在艾伦眼中 看到了隐藏的利兆 简直和他的父亲一模一样 夏迪斯猜到几人前来的目的 于是将20年前的事全部说了出来 当时格里莎出现在玛利亚之墙外 被他意外发现 可对方却不记得是如何来到此处 只记得自己是一名医生 两人熟悉后 夏迪斯开始给他讲解这个世界和调查兵团 格里莎发现 这个世界虽然有着较大的贫富差距 但还算和平 并不需要畏惧着巨人而活 可夏迪斯却认为 这些都是弱者的思想 他们调查兵团是渴望和平的人 所以才会去探索墙外的世界 但在其他人眼中他们却是傻子 可格里莎明白 他们比墙内任何人都要聪明勇敢 他们的存在代表着灵魂的自由 是人类真正的骄傲 甚至在格里莎眼中 只有天选之人才能加入他们 这本是一句调侃和吹捧的话语 但却给夏迪斯产生巨大的压力 他开始拼命努力 想要坐上团长之位 然后带领队伍有所成就 可这件事还没有成功 城中就爆发了瘟疫 格里莎凭借出色的医术 挽救了一场灾难 还因此与卡路拉结缘 情场失忆职场得意 不久后夏迪斯坐上团长的位置 格里莎与卡路拉也迎来了婚礼 但让人没有想到的是 夏迪斯上位后的第一次任务 就出现了重大伤亡 居民也对他产生质疑 卡路拉还劝他早日放下去过平静的生活 但夏迪斯却不想像凡人一样狗活致死 甚至还为此骂了卡路拉一顿 但不久后他就被县世打败了 爱尔文所带领的小队 次次都比他做得要好 所以他根本不是天选之人 认清自己的能力后 他也将团长之位交给爱尔文 后来在玛利亚之墙被破坏时 格里莎带着爱尔文找到了他 当听到卡路拉被巨人吃掉的消息后 他瞬间瘫倒在地 而格里莎却让爱尔文一定要报仇 说完便不顾他的劝阻带走爱尔文 放心不下的他偷偷跟了上去 可在一道金光消失后 地上只剩下昏迷不醒的爱尔文 最后他将爱尔文带回了避难所 放在了三里与阿尔米身边 这也是为什么爱尔文醒来后 会有地下室钥匙的原因 可韩吉怎么都没有想到 夏迪斯躲在这里 居然不是对死去不下的愧疚 反而是觉得自己不是特殊的存在 所以才自暴自弃 这种理由这样的逃避 还对得起献出心脏的誓言吗 爱尔文当初也犯下过 和夏迪斯一样的错误 但现在他认为平凡没有什么不好 就像当初他母亲说的一样 就算没有比别人优越 但只要出生在这个世界上 就是伟大的 看着爱尔文离去的背影 夏迪斯知道 爱尔文一定会像格里莎期望的那样 燃烧自己的生命 在墙外化为灰景 而他从始至终都只是一个 什么都改变不了的旁观者